我们先试一下普通的白天和晚上定时 按这个 你看这个在显示 在闪动 如果我们按住这个 可以开关这个白天的定时 好 OK 那这个是起始时间 白天开的是起始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按这个加减 是吧 按这个加减 再按这个 就是选择分钟 也是可以按加减来调整 来调整 OK 然后现在是off 你看这边有个off off的时间 然后off的小时 比如下午 这个地方是有个pm am 也可以调整它 什么时候关 什么时候开 这是关的小时 6点半 我们调整 OK 那就白天的灯光 电视已经设置好了 然后晚上 晚上它的灯光 好 比如说 我们这个时候 红色的灯号 设成红色的灯 或者 绿色 蓝色的灯 这个时候 那我们去设置 这个 晚上的灯光 就是狼光 就是狼光 有时候我按住这里 你看它在on 开了 那晚上灯光是6点3 6点开 我可以7点8点开都可以 好 我现在还是设置在6点 6点 然后 6点半嘛 OK 然后光 这边有个off off 这是关的时间 好 7点半 关 OK 好 退出来 那这个是设定好了 它的 它的 你设定好之后 它的灯光就会 就会 按照你上面的灯光 呃 运行了 这样是白天 就普通的 白天跟晚上的 呃 晚上的 一个灯的开光 好 OK 咱们 别